HELLO Hello 很久都沒有拍過影片 今天就純粹吹下水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接下來就有個攻防杯 我有個朋友會玩這場球區賽事 這場賽事一定是用 Them Powers鎖了Mbell的17.5 馬達 這個馬達也不屬於太快 不過重點來了 今天我不是說馬達 是說MTS的喉嚨驅動車 這就是我朋友的車 他買了一部100年版的FFV3 Pro 然後他就買了一部VSL PT 那套Connection Kit 即是一套改中置馬達的Kit 改完之後就會由頭置馬達 變成好像現在的 中置偏前的馬達 其實究竟玩頭置馬達好 還是現在比較流行中置偏前的馬達好些 其實都幾多不同的說法 不過我們一般普及我們所知道的話 如果頭置馬達的重量 就比較偏重是車球前軸之前的 他走出來的反應 多數加速感、起圍反應都比較好的 如果你在一些比較滑的地方 或者本身好像你的軚子的窄著力比較差 地面摩擦力又不夠的時候 走頭置馬達的起圍反應等等 都會比較好些的 但是當你去到一些好像 比較抓著力高的場地 或者太好爬的時候 走中置的時候 那個優勢就會出現 它的靈活性的輕巧度是高很多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可能因為重量問題 我們頭置馬達的車 多數重量是集中在兩個輪子前的 所以當你要帶動這麼重的東西的時候 它就這一部分已經積聚了一個重力 當你車向前衝得很快的時候 你要轉彎的時候 你要能夠是有個力 抗拒這一個儲存的能量 轉彎其實是差一點的 還有頭籠的損耗是比較嚴重的 而這些中置偏前馬達的車 起圍反應一定會比這些 舒適一點的 即使你是積重在車頭 這個好像加了這麼重的圓塊都 頭籠的負重量都是比較差一點的 其實很多這些中置偏前馬達的車 走出來和我們跑四驅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多數現在都是這樣說的 頭置馬達就是比較滑的地 或者胎不好的時候 都可能會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如果是很多技術性彎 而地面抓住又很好的時候 就可能中置偏前就會有一定的好處 但是如果你看比賽的話 其實很多次A組 你頭置馬達也有 中置偏前的馬達也有 所以這件事就好看最後 臨場發揮和你設置車 和周邊環境的影響 其實這次純粹我都是 來改一套MTS的Conversion Kit 之後我可能就會說少少 我整個車的時候 有什麼可能我會覺得有問題的地方 或者我覺得有什麼需要改的地方 現在我就預備開始了 在這裡我就再說多少少 其實我覺得這套Conversion Kit 其實我覺得這套Conversion Kit 比你FFV3MIC 即MTS那一套更加好 我其中有一個原因是這樣說的 現在這套車是很注重 運用一個車架的扭動 前後分步來調整反應的 而這套Conversion Kit 這個馬達座 整體的設計 其實和現代那些 比較主流的FF車 是很相近的 你會看到下面這個孔位 是非常之多孔位 可以給你調整車的扭動反應 而它現在新的V3MIC 我會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除了調整空間比較小之外 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需要把馬達 放在前面的話 它會變成在這裡 你這樣做的話 你的馬達就需要逆轉 在逆轉的時候 你同時另外會有一個問題 你就是馬達的M Bell 你是需要反時針去調整的 現在就開始了 我一開手會枝解全原裝車 不過這部份 我不會完整地錄出來 我之後就會一邊裝 一邊抽一些我想說的部分 然後就逐樣告訴大家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畫面一回來 就基本拆剩四個懸掛 其他東西都基本都脫出來了 不過為什麼我拆剩完 其實我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 它本身 如果你是 這部FXV3 Pro的話 它裡面 還在走一些 O-Wing水泡 看看我推近 看看大家看不看到 就是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我是非常討厭這個設計 我一定會改為走波子 即是現在新的 V3四驅車的金屬波子 這個 用衣水泡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你調什麼Dance Dot 在這裡其實都是會動的 根本上不停在改變 你的幾何角度變化 所以我是極度反對人 用這種設計的東西 而之前呢 我都問過一些 玩的車的車手 如果你真的想用 走這些O-Wing 的方式的話 它就建議你 你一定要用最遠的款 才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不過怎樣都好 我絕對是建議 像我自己的車一樣 這就是我自己玩的 那一架 就走回現在新的 那些小豬 完全全是一顆金屬豬 當你受壓的時候 不會有角度變化影響到 還有呢 懸掛整體的綜滑度 是高很多的 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歡 像原裝金屬這顆 其實呢 外國呢 有另外一間公司 是出了一套 掛法秘的 而裡面那個豬仔位呢 它呢 就是用回 Schumacher MI5的豬仔 即是MI6的MI5的豬仔 這個呢 就看看你自己喜歡 如果你不想搞那麼多 又容易買到的 當然是買回 MTS自己的 新款的豬仔懸掛 如果你是不喜歡用金屬的 你想用回膠粒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回 外國出的那套 好 接著下一步呢 我就開始會 安裝馬達座的東西 好了 現在呢 就到安裝馬達座的時候 一開手 當然是安裝了 那個大瓦的那個 大瓷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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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呢 現在有少少猶疑 接下來這場比賽呢 就會是行這隻 Team Pass的 17.5 我的朋友 可能呢 他是會玩 Binking Mode 如果他不開Turbo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 Ason這隻 88尺 如果他到時會開Turbo的話 我可能就會直接 放一隻 100瓦的 這個 可能之後 要再去 選擇一下 另外呢 裝這個 Adapter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 大的 需要留意的地方 但是呢 就要小心 一樣東西 有一部分尺 或者某部分牌子的尺 在這裏呢 有個厚度的 這個厚度 未必是一樣的 有部分是薄一點的 在這個時間呢 你就要好留意一件事了 留意什麼呢 就是這顆螺絲的長度 如果你選擇 那顆螺絲長度過長的話呢 他呢 就會將這隻 金屬牙呢 強硬扯了出來 弄壞了這隻牙的了 所以這個螺絲長度 是需要留意的 如果你真的沒有這麼合適的 長度螺絲的時候呢 其實你在前面 加上一顆 戒指也不要緊的 可能那個 強度還會好一點點 這個我就現在試一下 扭一次下去 你好像見到 預設用的那顆螺絲 一二之下 是真的薄一點的 你會見到呢 扭到底之後呢 這裏其實會有個 虛位在這裏 這個時間呢 你就需要加一顆 戒指在這裏 或者 換一顆 比較短身的螺絲 好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要留意的呢 就是 這一件金屬件 和劑啤檸 這裏 這個虛位 原裝新的時候 其實是很適合的 是完全沒有虛位的 但是當你可能 玩得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裏呢 就開始 面球的那裏 道塵沒有了 那時候呢 可能會有輕微虛位的 我們多數呢 就會在這裏 下少少膠水 記得是少少好了 等它乾了之後呢 就用力 扭回一顆啤檸 減回這裏的虛位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這裏 這支軸 其實這個金屬軸 其實都會損耗的 原裝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比較偏鬆 一點的 如果偏鬆一點的時候呢 就會有另一個問題 先說一件事 啤檸內徑和內徑 其實都會搖晃的 這個呢 就會看回啤檸檬的質量 和它的規格 會影響到的 另一件事就是 內徑和軸心的虛位 其實這個最常見 出現的虛位位置 很多時候我們解決的方法 就是在這裏 落輕微少少膠水 填補空間 然後就用力押進去 其實呢 以前我們做一些 慢向的位置 例如好像 這個慢向這條頸 其實很多時候 紅啤檸 都會有一個虛位 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虛位 不在啤檸檬出現的 而在這個內徑 即這個 這個圈圈裡面 和軸心的外徑 那裏 產生的 那時候我們都會滴少少膠水 AA膠 輕輕好了 不要滴那麼多 乾了之後呢 就押回去 來 減少那個虛位 好了 另一件事 當你裝完之後 當你裝好了 其實這裏外面 還有一個虛位 這個呢 現在還沒壓到進去 這顆是比較緊 我挺喜歡 其實反而我喜歡 比較偏緊一點 但是當然 不是警告 你進入了一顆 嘴檸檬下去 會住住 因為你嘴檸檬 當你外面這個外徑 施加壓力的時候 其實是會令嘴檸檬不舒服 尤其是外面那個 鋼材的硬度 是比較軟的時候 好 這個可能要慢慢加工 再推進去 好 現在說回另一件事 當你裝了去之後 其實這裏外面 都可能會有一個虛位 我們多數都會用一些 好像這些0.1 0.2的超薄戒指 加回前面 然後呢 重量減到這裏 這樣 走出近 鋼角去位 去到最少 同時 轉的時候 是不會夾死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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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為之最 標準的 好 接著一會 再嘗試說其他 說到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整齊的人 而你又想把電線擺好一點 擺好一點 其實 摩打座 這裏有一個凹位 你可以有機會 是可以用來 蓋一些 好像 Servo 線 或者 Sensor 線 之類的 但粗的電線 完全不行 而且你要留意 你用的啞的大小 因為 這個會直接影響到 下面 這個可以用的空間 現在我這個 就是 安裝了一把啞 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還有一個 小小距離 如果你不是太厚的電線 應該都可以 放進去 其實呢 近期 OPT那邊 租出了一個 矮生的牛角 它到時就沒有了 油壓架 跟著 就在這邊有支金屬枝 突出來 直接 裝支油壓下去 但是 如果 你是一架 FFV3 Pro 你就要留意 其實車頭 是裝不到的 因為 這兩個孔徑的距離 是比後面的波箱 這個孔徑的距離 是闊了 所以 你裝得好 你只是裝到車尾 而你車頭 是完全裝不到的 那 有些人可能想 如果你換了 下面的波箱 換成後面一個 可以嗎 其實呢 可以說可以 可以說不行 為什麼我會說可以 可以不行呢 因為 下面這兩個孔的距離 和這個是一樣的 上面那兩個孔呢 就變成這個距離 你換了之後 但是 這裡二樓板 後面這組孔這個距離 是會向前移了 相對你這個孔 就已經融不回了 你跟著要想的問題 就是你的轉向 究竟是裝哪個位 究竟裝這個孔 還是裝這個孔 如果你要裝這個孔的話 你就要把二樓板這個位 拌一條長坑下去 讓轉向可以裝到 這裡 因為它的距離 差不多差大半個孔 要不就想辦法 放在前面的孔 這個大家如果想去 自己玩另一種改裝的時候 就需要留意 好了 另外呢 就一樣東西要留意 就是這個二樓板 這個位 其實二樓板 前後呢 都是有分底面的 你可以細心看的話 這裡 這裡 是多了一級的 另外這個就好像平常一樣 原來是平的 它就是配合了原廠 有一顆這樣的螺絲 這顆螺絲 配合完之後 可以有一個自由活動的空間 是用來調整那個扭動的情況 這個也是安裝的時候 要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 接著我就說少少轉向 轉向我覺得這輛車是一個敗筆點 它原裝呢 就已經跟了一個 轉向 是代替原裝這個轉向的 你記得是一定要換掉 不是你搓不到的 然後呢 其實它有一個修正 就是 這兩邊是比較修正 這個外圓呢 外徑也是小一點的 讓你裝了下去之後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 插到一條皮帶的 但其實呢 是一樣會插的 所以我們多數呢 都會玩這個車的時候呢 就會換上 上面 一支 一支 這個位置 換上這支 矮一點的 讓它的皮帶呢 就沒有磨得那麼厲害 如果是玩這個車的朋友呢 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 而那個 PASS NUMBER呢 就是這一款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矮身轉向 啊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另外呢 你要留意這件事 如果你換了這個馬之後呢 你記得千萬不要買這支軸心 因為到時這支軸心呢 其實是不適合用的 它會短了你收不到線路的 好啦 繼續說回轉向方面啦 當我們呢 換了這個矮身的馬的時候呢 我們要留意這件事 我們就不可以再用回 原裝這個 比較外勁大的 和腸頭 我們需要換一支 是比較小小小的和腸頭 不是呢 就會有機會呢 就磨到一條皮帶的 而且本身這輛車是有些磨皮帶的 另外一樣東西呢 我們要比較留意 就是調皮帶的鬆緊那裡 因為我們要配合轉向 和皮帶鬆緊動 我們基本上那個 調皮帶的頂位呢 就要去到最重的這個位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打橫水平這個位 好啦 跟著呢 就說少少A臂方面的東西 它原裝呢 就有一顆DUNSTOCK的 小零件 是一件膠件 跟著 沾一顆機米進去 當你沾一顆機米進去 當你沾一顆機米進去的時候 它外面就會抹開 讓它可以夾緊的A臂 但是呢 如果你玩過這輛車 都知道的了 如果你跟著它原裝這樣 由上面吸向下面的話呢 當你玩一段時間受壓的時候 那顆DUNSTOCK的機米 會連著這顆膠 一起頂上來 頂走了的 所以這顆 基本上我會叫人 反轉裝 將這個平面 向底 那麼長時間 當你這顆機米 受壓的時候 就向上頂了 那麼這顆東西 就不會拔出來的了 好啦 說回奔把為止 因為現在沒有了摩托 所以你看到空間多了很多 而原廠也有些不同重量的軟 可以摘回奔把 另一件事就是那個海綿奔把 原裝的海綿奔把 非常小 對於 有一些車殼 車殼比較長的話 你很多時候都會承住 承不到車殼 另外車殼可能車頭有點搖晃 這樣是直接會影響那個 控制的感覺 所以我都比較建議 換一塊比較大 新的海綿 還有比較硬 像CSO類的海綿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到時你套了它之後 就跟回你那個圓的形狀 拿一支Lampang畫一畫 接著就擦回空間 等整個奔把 潛回去之後 就好看好多 而且就比較穩陣一點 因為你上面還有一個架子 可以馬上去 讓它的殼處車頭 就更加穩固 因為車殼軟硬 新舊是直接影響那個車的反應 尤其是那些 殼處位的位置 和輪的接位那裡 當你爛了之後 或者玩得久 變軟了之後 或者你本身的殼架 或者海綿位 承受到殼的時候 都會影響行走的反應 這方面其實很多初學者 都需要留意一下 裝完奔把 之後就是這樣 夠圓就藏在裡面 上面這個膠架 我一定會裝回 因為可以加回這個地方的硬度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變形 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覺得 向後壓的時候 這個位置都是偏遠的 或者你用的那款奔把 是軟身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裡 加一些小海綿 不用太多 適合距離就可以了 輕輕地浪一浪 當有壓力的時候 在這邊壓的時候 它就會變形得沒有那麼厲害 不過這個就 除了你自己需要去用 不用一定要加的 來到這裡 基本就 砌好那個浪 之後就要安裝好 電子東西 和調整重量的平衡 然後就可以落地去設置 另外到時候 如果你調整對角平衡 除了你摘完之外 這個位置 其實電池可以有輕微的 左右移動 這裡其實不需要完全在中間 很多時候都可以配合 你實際的對角的重量平衡 來做少少微調 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些電子東西的貼出貼入 例如到時候我會貼電變 和接收 你就可以輕微 退出少少少 或退入少少 用來調整重量的比例 最後講一講 我會建議人們改修些什麼 好像A比這個 珠仔鼻我覺得是絕對需要的 另外有些什麼留意 就是那個 反轉裝裝機米的膠 讓它由底進去 當你向下壓的時候 就不會把膠迫出來 另外一件事 我自己為了一些批統一的話 你會見到 我將那顆3M機米 就換成普通的M3螺絲 另外比較要留意的 沒錯 就是那份轉向 因為這份轉向 我覺得這份轉向真的不太好 所以要留意 看看它的HIGH磨皮帶的程度 因為基本上你不換那個薄波頭 而你又好像這個 換了一份低的轉向的話 你就會磨皮帶的情況都很嚴重 如果你說輕微少少磨 其實我不介意 另外一件事就是上面這個位 基本上呢 當你走近的時候 因為皮帶都會有些震盪 這個位置玩完回來都會發 但是就不需要太介意 另外一件事就是要留意一下 設置車的轉向角度 千萬不要過河 雖然這裡有一顆頂釘 但是其實呢 你轉太多的時候 它很容易 令到這個軸心這個位 當你一扭軚而有碰撞的時候 就會吊拳的 還有記得這顆螺絲 就用回長一點 因為早期版本它用的螺絲很短的 我建議這顆螺絲長到剛剛去到 盲向前這個位置 這樣安全性就會比較好一點 即是這一個 這裡這顆螺絲 這個就要自己去留意一留意 別外呢 裝魔打那裏 其實就不需要一定說 好死死的裝在下面螺絲 其實你可以裝上面兩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穩管固定在那個摩打座就OK了 接著貼尺那裏 貼電面不是貼尺 我會建議貼尺一點 讓你真的掃牙的時候 可以入到工具批 拔到一顆螺絲出來 情況就好像我自己玩這一架一樣 我都會留了空間 可以打斜拔到一顆螺絲 可以入到波批 讓你方便換牙 另外擠電子零件方面的重量問題 我暫時比較喜歡這樣集中在 推一堆 還有電面擠在這邊 Servo 電面擠在這邊 接收就擠在這邊 其實我現在這樣擠到 可能因為我的V-Racing 摩打比較偏重 我這裏其實是在一顆電容下面 是窄多了圓的 這裏總共有20個g 這樣的話 我的對角的重量平衡 就比較接近些 然後下去調的時候 你的彈弓左右不需要調得太煙軟 都可以接近平衡的了 另外一件事 到時落地試 Lobar我建議一定要試一試 因為分別都很大 你到時可以再玩一玩 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是本身有玩開 SMRC R2 或者華宋那一架 或者相同的車 因為其實一架車買了幾個版本 很多零件都是互用 可以互通 如果你有興趣把你的R2 改成頭區的話 其實你買了這個Corrosion Kit之後 其實是有可能改到的 你最主要是要想兩樣東西 就是這個波箱這個位 這個波箱這個位 如果你是好像V3FF的孔 距離是短一點的 而後面這個位 其實這個尾波箱 距離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位是長一點的 所以你可能就要想辦法 拿一個張帽 拌一拌拌拌後一點 讓你可以安裝到轉向 其實最大問題 都是轉向的問題 另外再說一件事 就是它本身有個 矮身油壓架 如果你是用回這個波箱 其實你是裝不到的 因為這個洞 是闊了很多的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用到 除了你想到辦法 換了這個尾波箱上去前面 相對你就要想辦法 拌一拌一拌二樓板 這個位置向後退 其實我已經看到有人改了 整套都是那套矮身油壓架 是非常之美的 波箱都已經轉了 不是用這個波箱 用後波箱改了上去 其實是有可能做到的 這方面我就不給到任何意見 而且我看到那一架 整組懸掛 其實已經是走回這組秘馬 因為這套矮身油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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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了標準秘馬的孔位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這套懸掛 套過來用 是可以裝到的 另外有一件事 有部份人會覺得好像 R22這套鼻是很耐 但是變形變得太厲害了 因為軟了一點 其實你可以選擇舊X-Ray T4那套A鼻 或者CSO那套A鼻 如果你是用這套秘馬 是有辦法裝到的 這方面有興趣的人 就自己多些嘗試 其實你只買四隻鼻都可以 你連撕了尾杯不換都沒問題 你可能只需要輕輕拿卡 HIGH的位置 就已經裝到下去了 你裝到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整體懸掛的強度 是高了很多的 你最大落地分別 你會看一下反應的敏銳性 是高了的 其他分別可能未必那麼明顯 其他方面看看做什麼 先想想做什麼 其實都沒什麼 裝這套油壓最重要是 你會發現 小心這個孔位一定要是 完全垂直 熊枝也深 還有這套油壓其實 不是說它不好的 我覺得它 如果你是需要長時間保持同一個阻力 如果你不設定回彈的話 這套油壓是蠻好設定的 還有它本身的長度問題 我想起一件事 因為你現在 這個V3的油壓架 其實是就長油壓的 如果你是需要用短油壓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別外就想辦法了 車尾就容易一點 車尾我不用這個球區油壓架 可以用另外現在新的油壓架 它本身是矮身的 是走短油壓的 用那個就可以了 到時殼柱就變成 改來打橫身 你大多車殼都可以用到 車頭方面就問題大些 我見過有人 就割了油壓架走下洞 但其實那個長度應該都會變成 有少少過短的 最好其實是換了這套波箱 如果你想到辦法換 記住 就走上這個牛角 或者另外一款 放下牛角 你就可以走到現在的短油壓 今天我想都是吹到這裡 其他東西就留給大家研究一下